前几年选秀节目横空出世,让不少年轻爱豆一夜爆红,但随着粉丝的和资本方的追捧,也让不少爱豆他方出现人品问题,上升七天恋爱,甚至一些爱豆和一些粉丝过于亲密。 7月28号,月华公司组合next成员丁泽人被粉丝爆出,在上升期和粉丝恋爱,而且多次出轨,被营销号爆出出轨证据后,丁泽人还向粉丝认错道歉,请求粉丝帮帮自己找营销号删除证据。 丁泽人是月华旗下的艺人,当初凭借报过综艺偶像练习生圈了不少粉,但随着综艺落幕,丁泽人的热度也随之降低,但同为偶像练习生出道的蔡徐坤、黄明浩、 范诚诚和朱正廷如今也是炙手可热,之前丁泽人就被爆出私生活混乱,但奈何粉丝不信,如今是丁泽人又爆私生活混乱,甚至还内涵同公司的黄一博和黄明浩。 这下子粉丝求垂得垂也洗白不了了,战姐本想让丁泽人向全体粉丝道歉,但丁泽人却用自己生命危险战姐,丁泽人和战姐聊天,公然内涵黄一博,说黄一博跳舞没有她跳得好,还说 节目组天下王一博明显就是彭王一博,而且湖南卫视的节目,丁泽人还内涵同公司的黄明浩和黄新纯,说湖南卫视内定,公司也故意让她陪跑。 这位爆料的战姐为丁泽人至少花了60万买奢侈品,花了20万买专辑,作为大学生自己省吃俭用来追星,却遇到这种劣迹艺人,这也让不少网友觉得,内鱼的爱豆真好当,不看学历不看品行,只要一张好看的脸就可以为所欲为。